你害不害怕失去什么样 这会儿有的时候啊 真的搞不懂你们这些女人 昨天晚上你一直很主动啊 你忘了 沈落 我告诉你 如果你想去找陈彬的话尽管去 你记得告诉她 她的夫人昨天晚上跟她最好的兄弟 在宾馆里一起共渡凉宵来着 但是我得提醒你一点啊 这件事情如果张扬出去 丢脸的可不仅仅是我一个人 你应该是想要去判断 你应该是想要去那个子 你应该是想要去之后 你应该是想要去判断 走 主哥 你们主人呢 叶苏 你怎么来了 燕朗跟我说你生病了 她很担心你 要我来看看 看医生了吗 我没事 可能就是有点着凉吧 怎么会有两只流浪狗在这里啊 我也不知道 你别碰 这两条狗有点不太对劲 我给房医生打个电话 让他们过来看看吧 你说怎么会有人放两只流浪狗 在你宠物店的门口呢 我也不知道 可能看这里是宠物店 所以就放这儿了吧 刚才房医生的人说 这两条狗有可能得了狂犬病 不过 还要等检查结果出来再说 还好没事 是 我先进庄了 尹素 青森 我还是陪你去看看医生吧 不用了 我一会儿吃点药就没事了 雅丕 你冷 不冷叔叔 现在应该叫你 陈家的少奶奶 你害不害怕失去生命 不是 不是这个孩子 不是你的 是我要疼 年龙 今天怎么没去上学 我给我妈妈送药了 送完药我就去上学呀 这么乖啊 袁老师怎么跑那么快 跟兔子 你干吗 我刚好在这附近办事 顺道过来看看 我跟颜颂是朋友 朋友 我怎么不知道啊 是吗 是就好 你别怪我啊 这年头坏人多 看看你们聊完了吗 聊完了 那我们进去吧 嗯 欧阳叔叔再见 拜拜 这是我儿子 我欧阳堂的儿子 哎 哎呦 颜朗 妈 秦穆叔叔 你来了 你们怎么来了 我拦不住她 她非要来给你送药 还能拦着她 给你尽小心啊 行了 我们赶紧让你妈 把药喝了 要不吃到了 妈 给你倒水呀 颜总 我还是先走了 你放心 我记得 我一个星期 只能见颜朗一次 你帮我跟她说我还有事 再见 哎 早上你说 那个流浪狗的事怎么样了 被防疫战的人接走了 他们怀疑那两条狗 可能会有狂犬病 什么 狂犬病 我看看 有没有被咬到啊 没有 抓生也不行的 哎呀 她没接触到我 放心吧啊 来 多喝水 谢谢 欧阳 哎 陈兵 你怎么来了 我刚好在这附近办事 顺便过来看看 你呢 颜总生病了 我过来看看她 刚刚宠物店门口 来了两只流浪狗 那两只狗 怀疑有狂犬病 狂犬病 这么严重 我听说这病可没发致的 哎 陈兵 要我说以后 少让阎朗来这宠物店 他毕竟是你们陈家的继承人 万一被狗咬了怎么办 这你不用担心 宠物店里面的狗 都打过疫苗 不会有事的 哦 好 我车刚好在旁边 要不 我去送阎朗上学 好 走吧 再见 拜拜 谢谢你送我忙 哎 约约 你跟颜送我认识很久了吗 嗯 我问你个事啊 你觉得她跟陈兵能在一起吗 这 哦 秦莫是吧 这个我不好说吧 你问这个干什么 没什么 我跟陈兵 是十几年的好朋友了 而且我跟颜送的姐姐 是大学同学 我只是希望 他们能有一个好结果 哦 你认识 松松的姐姐是吧 哎 他们两个真的 长得一模一样吗 一模一样 只是 性格差距很大 希望松松的姐姐 被像松松一样 感情这么坎坷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好男人 却发现是自己的姐夫 真狗行 你也是这么想的 那照你的意思 他们两个不能在一起了 你怎么比我还八卦呀 这个我哪知道 这个啊 得问送送 不管在不在一起吧 颜朗总是要共同抚养的 孩子要有爸也有妈 行了 不跟你说了 我走了啊 拜拜 我送你吧 不用了 这边吧 相见 颜朗已经送到学校了 谢谢 卖房子的事情 就麻烦你了 这都是小事 这王眷也都会处理好的 我已经找人搬你的东西 都搬到我的办公室去了 好的 过两天我肯定会去看看 对了 真面 我觉得颜朗这个孩子真的很聪明 你得好好培养他 毕竟他可是具翼下一代的继承人 下一代的继承人 现在说这个太早了吧 如果他有兴趣的话 我当然高兴啊 但如果他没有兴趣 我也不会勉强的 小孩子的兴趣是可以培养的 反正我建议你啊 尽早地去培养他建筑方面的兴趣 早点做准备吧 他现在还那么小 我不想给他压力啊 对 喂 我知道了 我马上过去 公司还有点事 我得先过去一趟 行 你先去忙忙 严朗的事情你考虑一下啊 那个欧阳腾到底是什么人啊 总觉得 他挺在意你和秦莫的事 还挺关心严朗的 是吗 他是秦莫的好朋友 他说他跟你姐姐 沈洛也挺熟的 是吗 嗯 可能是因为秦莫的关系吧 这个人好神秘哦 如果陈冰认定这个孩子是他的话 那么严朗最终将是巨医的继承人 我还需要费尽心思控制巨医吗 哼 看起来 巨医最终都会姓欧阳 留着这个油盆是给我自己找麻烦 叫王俊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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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张宾子的 找他 你这是什么事 和家人一家 也不是 都会操心 你去铺子 我都会太多你了 总裁 我 我还有点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你说她以前会不会很喜欢姐姐呢 你想商量可真够丰富的 你别不信啊 这是直觉 你说你姐姐跟秦莫离婚 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男人 别胡说 我 我 我胡说胡说啊 胡说的 胡说的 乖乖的 两百万 你又去赌了 总裁 我知道错了 实在没忍住 你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混蛋 总裁 你帮帮我 我保证没有下一次了 下一次 王军 你当我是提款机啊 没有 总裁 我真的知道错了 这次你一定要帮我 看在我为你拖了那么多事情的分上 你是在邀功啊 不敢 总裁 我求求你了 你一定要帮我 不然我真的过不了关了 我要是出了事 那你也脱不了关系 滚 滚 滚 兄弟 帮我想想办法 我这边几需要钱 对 有多少错多少 王军 你觉得你跟着欧阳藤有前途吗 爸 排这儿 女孩子排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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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振 力振 你干吗 你一定是在骗人 你根本没有什么爸爸 童修之间应该和我们相处 好了 好了 小朋友不要再吵了 要放学了 看一看你们的爸爸妈妈 有没有来 来了来了 来 叫欧阳叔叔 欧阳叔叔 你好啊 小燕朗 这是我儿子 我欧阳唐的儿子 总在对我一直都很气狗 他对你再怎么气重 巨翼也是陈斌的 现在陈斌回来了 你有想过自己的退路吗 小小姐 我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是时候对自己想想的 老公 真是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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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等级了吧 好 回家了 好 回家了 不好意思 切个电话 总裁 王俊 去帮我办件事 爸爸 爸爸 你俩今天为什么没有人来接你 他们应该一会儿就来了吧 那我们再等一等吧 好吗 是啊 又是欧阳腾吧 又让你做什么坏事 没有啊 我也是处于好意 给你点提示 欧阳腾的事情 已经被上面盯上了 我想 这次他应该很难脱身 你又是欧阳腾的得力助手 你觉得 你能安然脱身吗 你是说 不过你不用担心 只要你跟我合作 我有办法报你 这件事情如果将来报出去了 你就当着一个人看吧 刚才放心 我 我会尽快找回一个女 别只不说 我要的是结果 滚 那天啊 我最早都还能疼 所以我呢 我不会被你我 一直告诉我 我这一家人都要用 我这家人都要找到 是什么 我把这家人都要找到 你那家人都要找到 我这家人都要找到 我这家人都要找到 你大人有大量 千万别跟孩子生气 原谅我们家康康吧 对对对 你大人有大量 还不要跟人家批一道歉去 阎朗 对不起 我再也不敢说你没有爸爸了 没关系 小孩子吵架很正常的 我们家阎朗肯定有不对的地方 不不不 都是我们孩子的错 他以后再也不会欺负阎朗了 你就原谅他吧 真的没事 小孩子吵架一会儿就好了是不是 小孩子 小孩子对不起啊 上课时间都快来不及了 我们就先过去了 好 再见 再见 谢谢 阎朗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放心吧 总裁 都已经办妥了 他们正在和阎朗道歉呢 好 我知道了 董事长 苏小姐来了 苏小姐 欧阳总在 苏小姐 请坐 赶紧 可以 记得来接我 知道了 谢谢 我是来看看欧阳总裁 答应帮我的忙怎么样 苏小姐 你这大老远的跑到我这儿来 就为了这事 你不觉得很无聊吗 当你最心爱的东西 被人抢的时候 我相信你也会很无聊的 倒是欧阳总裁 整天算计来算计去 会不会觉得很辛苦啊 算计 我算计什么了 欧阳总裁就不担心 陈斌回来之后 位子不保吗 陈斌是陈家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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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本来就是聚役的老板 我充其量就是个打工的 我能算计什么呀 我能算计什么呀 说得真好 自从陈叔叔死后 欧阳总裁几乎步步为远 就在要全部掌控聚役的时候 这个陈斌回来了 难道欧阳总裁 没有一点失落感吗 陈斌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回来我为什么要感觉失落呢 还有 我可从来没有说过 我要掌控聚役 是吗 那为什么 欧阳总裁没有在陈斌失忆的第一时间 告诉他真相 把他找回来 反而把他藏起来了呢 这件事情 我已经向他解释清楚了 陈斌真是个很好说话的人啊 什么都相信你了 不过欧阳总裁自己做过什么 心里最清楚 我只是来提醒你 谢谢你的提醒 我的事情 就不劳苏小姐操心了 要是没什么事 我要去工作 好啊 那你先去忙 我去找陈斌聊聊天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 我去找陈斌 分享一下我对欧阳总裁的了解 请便 请不吝点赞 我说演讲中学 你能不能快点啊 这么大的风 没啦 没啦 这么大风快 回来 我还是屋子里暖和呀 看 秘识逃脱 周岳同学 秘识逃脱是什么呀 是不是很酷啊 秘识逃脱啊 是一种游戏 就是把你关在一个屋子里 你要用你的智慧 找到各种的线索 解开谜题 走出屋子 那好玩吗 好玩 当然好玩了 现在最火了 那咱们去玩吧 好啊 我回来了 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妈 妈 早上回来不好啊 早上就让你去借这小子 话说你怎么来了呢 我在回家拍到我送送的呀 妈 怎么今天就大奖了 这是那续火的游戏 咱们去玩吧 什么呀 妈妈 你带我去吧 让我去吧 妈妈 好好好 你要是两天表现好的话 我就带你去 那带我去吧 我也要去 那你们仨去吧 正好 三张票 没事 我可以再买一张票 我要跟我妈妈一组 我要跟月月一组 我才不跟你一组呢 你们都欺负我是吗 告诉你们吧 我会让你们后悔的 等着吧 到最后开启密室大门的人 一定是我 网哥 没有没有 我怎么敢不接您的电话呢 两百万我仗在准备 网哥 您能不能再宽限我几天 网 网哥 网哥 总裁 您这次一定要帮帮我 不然我真的过不了关了 你自己解决吧 黄俊 欧阳总裁给了你多少钱啊 你要不要这么拼命 你难道就不怕他过河拆桥吗 你是不是也应该为自己打算一下 小姐 不好意思 真的有事情来处理一下 我看得清楚 你做事干净利用 想明白的话 我随时欢迎你来找我 小小姐 是我 王军 我摸着良心告诉大家 恐怖程度真的爆表了 真的吓尿了 哎呀 智商不够用啊 跪求攻略 如果你对你的智商有信心 你也可以一个人移对 但我告诉你 这绝对不可能 周月月 这家伙在接受我吗 绝对不能一个人去 绝对不行 小小姐 你的话我想了很久 我觉得很有道理 我是该为自己想想的 把你的账号发给我 明天我会安排人 先给你会议百万 孙小姐 这只是一点诚意而已 孙小姐 我说过 我会帮你的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价值 我相信你 拿我比你这bie 我批试了 你也不批试了 你也不批试了 你现在 기讹了 还是要到你了 你看 我们的每一间密室里面的 都有摄像器材 你们一共有三次求救机会 哎 都超过的 请问是每个人都有三次求救机会吗 不是 是你们一共有三次求救的机会 你别一个人把三次机会都用完了啊 开玩笑 我会用掉吗 妈妈 等下去了 你要跟好我 我会保护你的 是吗 好 你保护我 如果你们准备好了 就可以进密室了 小姐 小姐 你一个人到底行不行 要不然还是让月月跟你一起吧 是啊 你要真怕的话 我可以跟你一起组的 开玩笑 以我的智商啊 跟你一起进去就是欺负你们 先让你们二十分钟 你确定啊 你们可是很恐怖的 到时候你别叫救命啊 我们进去喽 走了 哎呀 怎么会有人 把两只得了狂犬病的狗 刷在宠物店门口呢 好 那个 麻烦能把手机给我一下 我想打个电话 这又是你的吗 是的 谢谢啊 喂 小姐 秦牧 你在哪儿啊 你兄弟我都快遇难了 你快救我啊 你怎么了 都管得小心了 非要玩什么密室逃脱游戏 周月又不跟我一组 我 我一个人不敢进去啊 密室逃脱 对啊 宋家门口放了几张免费的票 这我就全挂了呀 你地址在哪里啊 你等我一下 我先发给你啊 一听说宋总在 就马上过完 众色亲友 好 妈 您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不愧为密室啊 怎么觉得这么黑啊 阴森森的 宋总 我们不会出不去了吧 二姐 这是游戏 密室逃脱 哪那么容易就出不去啊 妈 我害怕 宋总 我也害怕 喂 是你们俩要来玩的 我们就靠你了 靠我吧 等你长高点就靠得着喽 小姐 小萌萌 你怎么送啊 您送呢 送他们进去好一会儿了呀 那他们什么时候出来 以周月的智商吧 差不多几个小时 那我们进去吧 好 先生 您的手机要放在这儿 好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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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什么用啊 宋总 行不行啊 要不然我们放弃吧 是要节赛隔壁 要不然你求救 我不忘了 那就少说两句 影响我思考 思考什么呢 妈 那翻翻翻去的翻什么呀 好像好厉害的样子啊 那是 要不然你怎么能那么聪明啊 那是 我刚刚闯到窗门了 真的吗 我们有救了 这门怎么打开啊 我们怎么到那边去 我奇怪 以我的智商不应该打不开 这道门啊 好 是不是这个 干吗 打开啊 试着这个 妈好厉害 是你妈智商抽群吧 看看是什么 这都什么呀 三 五 一 五 应该也是个密码吧 嗯 宋宋 我说吧 还是你妈智商高 张卡 一个钥匙 怎么用啊 那红灯 那红灯 这是 这是门啊 我 我可以进去 小极 让我来试试 哎 不对啊 以我的音乐造诣 这门应该打开了呀 小极 我来试试吧 哎呀 你别动啊 这又是一个房间 这是装什么的 哎 装这个的吗 试试 试试 我 lie 这这么 presets 是个通道哎 杜总 爷晚啊 快进来 看这是个通道 慢点 快点 快快 哭学法 掘哈 你再试一遍 我打不开了呀 是不是只能开一次啊 啊 怎么可能 算了 你们先走吧 我找其他的路 好 那你试试其他的玩法 那我们先往前走吧 严良 这有道路 试试 这是什么地方 怎么走对不对啊 我来试试吧 来 这边 我来试试吧 来 这边 诶 秦莫叔叔 是你们俩 严良 是你们俩 τι 他怎么来了 怎么着 我们偶遇不行吗 颜老 你妈呢 我妈走丢了 走丢了 没有了 是我们两个前脚刚进去 后脚门就关上了 就跟刚刚这一样 然后我们在家 送送去试那个机关 那机关竟然不好用了 不过送送这么聪明 肯定会找到 另外一条路出来的 就是 再烟了 再烟了 暗门 前一随的 后来 grâce外边 等会 硬了 用搅拌 硬了 但是 一半 我给你玩了游戏啊 你快看一下这玩意 这是什么玩意 看呀 月月 让我来吧 来 你来一下 你来一下 一个人往前走 经过每个路口 忘记了一开始 爱问是什么 一成为被你的衣服 我不知多久 从手边只剩你的温柔 到底是谁的错 为什么不爱我 我怎么逃不开 也放不掉这种执着 谁不能放弃我 谁不能放弃的错 谁不能放弃的错 在扬眼中不过 你离开之后 默默默的路口 那你是谁的错 为什么离开我 为什么离开我 你怎么放开了 也解开我心中的霜 你就放开我的手 我舍不得你 我舍不得你恨我 我只能好好活 只能把你遗忘看我 不为我出口 两个人守着守 最后还是放手 我不懂离开问是什么 一穷礼背你的衣服 我不知多久 左手边只剩你的温柔 到底是谁的错 为什么不爱我 我怎么逃不开 也帮不到这种执着 谁不能放弃的错 我不懂你的生活 怎样也说不过 你离开之后 模糊的路口 到底是谁的错 为什么离开我 你怎么放开了 也揭开我心中的锁 你就放开我的手 我生活在背后我 我只能放放过 你已放开我 不会说出口 我生活在哪里 我生活在世 我生活在地方 我生活在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